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 九五后的年轻女生在吐槽说 家里的长辈天天守着时间 看我们630爱情来敲门 这对于她来说 简直就是变相的催婚 没想到我们这个节目 给年轻人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 实在是抱歉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当下年轻人遭遇的催婚现状 白桥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我们的记者偶然间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了一位九五后女生发的帖子 内容是希望630下架相亲节目 因为家长每天守着看 这让她感到巨大的催婚压力 这个帖子也让我们注意到催婚这个话题 为了一探当下年轻人被催婚的悲惨遭遇 我们在观音桥步行街随机采访了一些朋友 老师你好 我想采访一下有没有被催过婚这个话题 有 我们催婚 催过吧 催过吧 没有没有没有 有但是还好 您被催过吗 没有 有啊 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都被父母催过婚 而且催婚的具体手法也是五花八门 就是各种 你再也不找个男朋友 我就要跟你相亲了 就是一天在那里面倒 就一天念念念 然后使劲念 念了到最后 他又没有行动 当时就是像家里面一般都怎么说 相亲伞 高宗相宣 天天相宣 有直接给你安排上吗 哭 要哭的 他们真的会哭呀 有的会 家里就有 他需要铺垫一下哭吗 还是突然就 会铺垫的 怎么铺垫 坐在课桌上 就这样 哎呀 就想抱外甥啊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然后就有一点 沙南 累水连练 对 安排相亲 似乎是父母催婚的不二法宝 那么年轻的朋友 是如何面对相亲的呢 跟你安排过吗 安排过 我不同意 我就没有嫁那个人 我不想嫁 我觉得这样子被安排的这种 好不好 没有自由恋爱的感觉 安排过 但去一间都没下文 为什么呀 没看上背 可能会去 但不一定会达到他们想要的期望 去是可以去 我觉得 但是决定的人还是在我这里嘛 如果他相信的人他再怎么样 我不喜欢你也没办法 就是 很不习惯的跳舞 比如说都是恋爱只有嘛 采访时 一群衣着鲜亮正在拍照的大姐认出了记者 他们很多都看过630爱情来敲门 对于催婚这事 他们也是从父母的角度发表了一些看法 各位姐姐你们好 你不能吹 你吹他没有用的 我也没的 像你们家小孩有多大了 我的儿子30岁了 他结婚没有吗 没有 他没有结 没有 有对象吗 对象应该有 应该有 这一群大姐对催婚看得比较佛系 而我们遇到的另外一群大姐则认为 该催还得要催 而且要直接了当 不能拖泥带水 家长该不该催婚 肯定该催 肯定要催 这些玩意都不约杀朋友 这些玩意都不结婚 那是传统的 你说如果催的话 怎么催好一些吗 催吧 你孩子结婚生自杀 你都是 不是不想催杀 开门见山 开门见山 直接了当年 你不暗示一下 要不然他不好接受的吗 反正你接受要接受 不接受要接受 二十多岁的年龄 感觉自己还是个宝宝 怎么突然就到了 被催婚的年纪呢 采访时 有两位小姐姐也是直言 被催婚的自己很无奈 不是不想找 实在是不好找啊 而且现在男性 对女性的要求也挺高的 我觉得 不是女性 女性的要求也挺高的 都挺高的 像你们对男生 有什么要求 物质这方面 还有各方面吧 我觉得 都挺高的 男生对女生的要求 女生也高呀 女生 年轻的呀 漂亮的呀 又能挣钱的 又不家的 这个怎么着 关于催婚的话题 一位95后女生 通过社交媒体 主动联系了我们 想在630平台上 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 父母催婚 是出于对子女的关爱 可以理解 但有些催婚的方法 却值得商榷 父母催婚的方式 一般是两种 一种就是他们很关心 你说 你最近有没有谈恋爱 或者说你想什么时候 谈恋爱 或者说你有没有 合适的对象 这是一种方式 我觉得往往这种方式 其实大家不会觉得 很厌烦 或者不会引起孩子 和家长之间 非常对立 或者矛盾 但是另外一种 催婚的方式 就是可能很类似于 我们现在所说的 就是PUA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觉得说 我就等着看 就你设立这些 比较高标准年要求 我就等着看 你一辈子结不了婚 到时候看你 日后过得有多惨 这种 程度上吧 激化了孩子 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这位女生觉得催婚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两代人之间的 婚恋观念的差异 为什么会这么急着催婚 是因为她很着急 怕自己的孩子 就是在整个市场上 失去竞争力 觉得说年龄 是唯一自己孩子 手上所掌握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好的东西 但实际上 其实年龄 对一个女生来说 就它是一个问题 但是它不是 不是所有的问题 父母一定要相信 自己的孩子 就是他们有 基本的判断能力 他们有基本的 识认能力 他们有基本的 规划能力 如何应对 父母催婚的压力呢 有些人选择抗拒 有些人选择佛系 而这位女生 提出了一个观点 或许很有借鉴的意义 她说 父母也不是天生的教育家 子女也应该主动 和父母进行沟通 化解一些矛盾 我们往往对父母的 要求很高 我们觉得他们要 无师自通的 成为一个教育家 然后来 好好地教育我们 教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耐心地去 跟父母进行交流 然后结合我们 现在的这种 时代背景 实际情况 去给我们的父母 反向传输一个 这种正确的婚恋观 因为父母 他们那个年代 可能没有像我们 现在这么 就是机会平台那么多 他们就只能靠 双方的父母相亲 或者说靠单位的领导 介绍这种方式 去认识男生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有什么小红书 包括有你们什么 天天630 或者说有微博 有各种各样的平台 今天的征婚嘉宾 是36岁的王成 他在重庆一家国企 做物业电工 性格比较内向 至今还没有成家 王成有一套新房 刚刚装修好 他希望借助 爱情来敲门的平台 找到另一半 共度美好生活 我平时喜欢打篮球 打球我觉得直接还行 你这一段叫什么 那个 转球吧 除了篮球还有什么才艺 我平时喜欢唱歌 整两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拍着对拉着爱的号码牌 王成36岁 在重庆一家国企 做物业电工 每月收入有4000多元 至今未婚 就像歌词里写的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王成说 他的性格有些内向 导致他迟迟没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您今年是36岁吗 今年36 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主要都是说的话 自己的性格嘛 有点理想 大家都想的嘛 全职比较窄嘛 你说你自己内向 内向到什么程度呢 不会都是说 主动于跟我们交流吧 如果是谈朋友呢 谈朋友啦 肯定还是 还是稍微主动点 王成在九龙坡区有一套住房 最近才装修好 刚刚一进门 我们就看见阳台上有个 王成虽说性格内向 这兴趣爱好还是挺广泛的 你多高呀 我腰序 多重 我在107的样子 刚才就是你看你一个 大汉啊壮实的大汉 每一进你家看到一个 非常这个有爱心的这个调栏 这个是怎么 是你设计的吗 哎 那是我装的对的 哦 你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这个人是 可以休息嘛 这个承重最多能多少斤 两百多斤吧 哦 你说做戏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破烟 是不是你坐在这上面 比较放松 还好 我们就应该在这里 看来作为一名 绑阔腰圆的汉子 王成心里也有柔情的一面 另外王成自身 也属于居家过日子类型的 他的工作是上一天 休两天 时间上非常顾家 而且作为一名电工师傅 别的不敢说 家里水电出了问题 肯定能搞定 我那个都是说 最关心是没得找着的 我说像那个都是说 其他都是安全嘛 可以放水 我才终于要找着 哦 以后我找到队 想到家里面的水电 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直接可以 把它搞定 王成说 因为自己的婚姻大事 一直没有解决 家里人也很着急 尤其是疼爱他的外婆 过去一直非常牵挂这件事 从小都是住在外婆不到 但是外婆已经过世了 其实有点遗憾 都包括外婆之前都是生病的时候的话 它是 它是那种混乱状况 我们我去见他的时候 他都第一句话都会说下去 他说你有想好你没得 他都不是很轻轻的那种状况下 心头还是有点愧疚 还有点遗憾 就是说为了家人也好 为了自己也好 就是现在决定 努力吧 我的自由标准是 都是年龄的话 小学生或者是相当 身高没有要求的 有自己的一个工作 为婚礼言 为语言都可以 总结一下本期嘉宾信息 王成36岁 身高1米76 曾经当兵入屋两年 如今在重庆一家国企 做物业电工 月收入4000多元 在九龙坡有一套住房 他希望找到一位和他年龄相当 或者比他小几岁的女士 可以接受离异的女士 但希望对方没有生过孩子 王成的微信公布在这儿 大家可以和他联系 今天要亮相征婚的是 69岁的雷远碧阿姨 他喜欢唱歌 还自学弹奏电子琴 雷阿姨的电子琴 弹得到底怎么样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我这个人都是心态很好 喜欢在家里面谈好情 唱好歌 我吃饭那些 出去唱好补那些 我一天是要走一万多步 我的身体也是比较好的 身体特别好 对对对 我一年都很少感冒 雷阿姨特别开朗健谈 和她一起聊天 你永远不用担心冷场 她的龙门镇摆得是有声有色 她介绍说 自己年轻时在印刷厂当工人 家庭生活过得一直非常艰辛 我的前半生确实太辛苦了 因为我有一个生病了 二十多年的丈夫 她生了什么病啊 她生的是小了微壮 因为小了微壮是种慢性病 行动不变 行动不变 我的婆婆妈也是年老多病 很多种慢性病伴随着她 也不能出门 我的儿子都是 都要全靠我出去 打工来挣钱来 让他读书 一直读到大学 雷阿姨的丈夫2014年去世 婆婆去年也撒手人寰 儿子如今长大成人 成家立业 在上海工作 雷阿姨说 自己送走了丈夫和婆婆 也把儿子拉扯大 如今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我前半生还是终于完成了 我一个作为女人 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媳妇 作为一个妻子 我也尽到我里来几种职责 我完全尽到了你 我无言无回 本想好好地歇一歇 可是雷阿姨根本停不下来 每天依旧很忙碌 忙着剑步走 忙着弹琴 忙着唱歌跳舞 每天都这个速度走路 我都是那么快走的 我使用快走 要锻炼身体是啥 要有好的身体 你才有好的日子过的 是我的月亮 身上了天空药 我喜欢唱歌 歌声笨子这个歌 我心里都非常愉悦 我觉得前半每次虽然辛苦 但是我觉得我后半每次 跳到休哥后 我觉得我还是过得很充实 但是虽然再充实 但是我觉得还是想 有个找个伴儿 在我身边有人帮我说话 我心目中的老板都是 心态好 也喜欢唱歌 最好能搞一样油气是最好的 不管是吹拉弹唱 就能跟您搭配起来了 对对对 因为我喜欢唱歌 他如果能搞油气 我们不是都更好了吗 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起码他的生活能保值嘛 有他的退休工资嘛 有衣保嘛 是什么 概括一下雷远碧的情况 他今年69岁 喜欢弹琴 唱歌 剑步走 在渝中区有一套房屋 每月的退休工资是3100元 他希望男方年龄在67岁到76岁之间 性格开朗 最好会演奏一种乐器 有退休工资和医保 雷阿姨的前半生风雨兼程 他期待后半生春暖花开 如果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士 有意和他认识 请播出 您社线68629315 市民杨阿姨打来电话 给自己的儿子报了名 小伙子今年32岁 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按照杨阿姨的说法 儿子踏实肯看 绝对是过日子的人 但因为这个性格内敛 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姑娘 这部听说我们630开辟了 征婚板块 杨妈妈赶紧行动起来 让我们帮忙张罗一下 陈昊今年32岁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平时工作比较忙碌 终身大事一直没有着落 这就可把陈妈妈急坏了 不像有些孩子 去喜欢那种跟女孩子 哄女孩子开心啊 说好听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孩子 我方面就是想跟他转个打吧 就是说打开一下 谈过一两段吧 一两段啊 那什么原因啊 最后没有走到一起 就是好像性格方面嘛 还有哎呀 都是有时候工作比较忙啊 性格方面之类的 陈妈妈替儿子着急 也讲过各种方法 给儿子介绍对象 无奈效果不佳 其实我有个闺蜜 还有女儿呢 比我儿子小一岁 小一岁 当时我跟我闺蜜处的相当红 现在的红是好多年的关系 就是说无话不谈嘛 就是我们两个大人的性格都很好 他说要是我那个储存一家人 多好啊 以后孩子旅待 我的都无所谓 哎呀 我说我也想 结果 不对啊 前两年 陈昊在九龙坡买了一套二手房 目前正在装修 采访的时候记者看到 由于小区环境不错 很多拍摄婚纱照的新人 在这里驱警 要我大臣想外 大臣想外 我说是不是 你在这里都能找到你的真爱 三年来过去 当时买的时候有这个用意吗 有一天 明明之中有吧 可能来拍婚纱照 对对对 每天都有两三队人 你撞见过没有吗 撞见过 撞见过 这个看见那些拍婚纱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 还是比较激动 你激动啥 我激动 怎么又成绩队了 怎么又这么快又成绩了 就是你还没有 还是比较期待这个 那你到时候拍婚纱 有没有想过去哪拍 就在这里拍 我就在小区 就在我家小区 到时候选吧 选 选到你想的 其实还有房子有点特别 你看到房子的外观 方形看到没有 什么麻将 对 还有房子的房子 外形是麻将形的 看到没有 房块看 还有外形的特别 那你平时打麻将吗 偶尔打 就是说过年过去打一下 陈妈妈说 儿子虽然话不多 但是非常踏实肯干 这套房子的月供和装修的费用 都是儿子自己在负责 他爸就跟他买了这个 房子跟他那人首付 他安洁和装修这些 都是他自行 然后说他最后又开出 这就是 挣了六千块钱 他至少起码要 升到四千至五千 他说菜手活 这个房子是你设计的 哪个地方是比较得意的 比较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这个厕所嘛 他以前留下那个威士忍不好 以前那威士忍太窄了 主要是 桌 以前他只有这 只有这一个门 这么开进去 开了 你这个展示柜 回头准备展示什么 展示啊 就是 找个女婚 找个女婚来摆 摆一个摆 摆一个摆 一个男孩怎么摆 他又不会怎么摆 很多个房子 啥八个他买的 是全夸 现在是猪跟别人的 因为有九十几个平方 除了盲装修 除了盲装修 陈昊还和几个朋友一起包了一块地 种莲藕 努力增加收入 我们就是三个一起的 一起共事的 在长寿包一块地 做什么呀 做 做 种偶 对 自己下地 顺便还有请人 种偶有什么心得吗 有什么心得啊 感觉还好吧 比较充实 比较充实啊 那你这个谈朋友 哪有时间谈 有吗 有啊 好不好安排 有了对 我可以抽时间出来 可以协调一下 对 协调 好 我还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你俩都带书标 还好 我儿子给我买的 我生日的时候 是好 我还说你们两个 都是时间观念很重 就是我儿子给我买的 他说我天天上班 最后再总结一下 本期嘉宾的信息 陈昊 32岁 身高1米7 在重庆和成都 各有一套房产 目前在开出租车 月收入6000元左右 同时也在创业 年底有一定分红 对于另一半 他希望对方是 在重庆 孝顺 有一份工作 陈昊的电话是 1345-2106-861 创业